想要乐临到老 这劳保老年年金就很重要 而明年刚好就碰上了 每两年调高情理年龄 要到63岁才可以领 估计全台大约会有13万人会受到影响 所以劳保局也呼吁民众 其实可以先上网来试算 保障权益 也可以提早来规划退休生活 让老年生活无后顾之忧 一般劳工退休 除了有劳工退休金可以领取 还有眷服给付的老年年金 从明年起依照出生年次 调高一岁年满63岁才能领 也就是46年至以前的满60岁 47的满61岁 48 62岁 49 63 50 64 51年次以后的是65岁 所以明年如果49年次提早领的话 他会扣44% 那他的法定年龄是63岁 是112年开始 他就领完全额的年金 就不用扣减 老保老年年金从2009年实行60岁 可以请领之后第10年调高一岁 往后每两年也会调高一岁 到65岁为上限 而根据老保局新竹办事处的资料显示 新竹县去年共有2.3万多人请领 而明年刚好碰上每两年一次的年龄提高 年满63岁才可以领 估计全台约有13万人受到影响 给付的方式分为两种 包含了投保月薪乘以年资 再乘0.775%加三千元 或是投保的月薪乘以年资 再乘以1.55% 两种方式则优计算 如果要请你老保老年金的话 可以直接在网路上做试算 有有卡就用自然凭证 没有无卡的话就输入 键拔卡卡号加户口名簿的户号 直接在网路上电脑上可以试算 也可以用手机下载APP 那么老保年金选定了以后 它就不能变更 所以试算对劳工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接续在51年次之后出生的劳工 都要等到65岁退休 才可以勤零老年年金 最多可以提早或是延后5年退休 提前一年金额会减4% 延后一年会增加4% 劳保局也建议民众 都可以事先预算 为退休生活做好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